日前被納入為密切接觸者的張敬軒 在家中自我隔離七天之後 這日參與列車藝術活動 亦是他出關後首個公開活動 提到未能現身 去到電視城出席第一屆香港金曲班獎典禮 軒功都坦然感到可惜 其實都很遺憾 因為本身已經準備好了 Performance 還有那晚亦有些特別的Performance 雖然現在的Performance都頗特別 在家裡唱過都是第一次 但是始終尤其是第一屆 我覺得香港金曲班獎典禮 其實是一個 對於行業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而且我以前唱片部的大佬 這次是他第一個工作人員 Jackalus 我也很想親身去支持這件城市 亦是支持Jackalus 但是真的沒辦法 凡事追求完美的軒功 臨時變陣在家裡 以直播方式獻唱得獎作品 雖然事前做足準備 誰知這件事來媽媽說他太過隨便 所以我媽媽那天還特地打禮 為何你不換衣服 他以為是錄影 即是他以為是提前錄 我說不是 我說是直播 然後他打電話罵了我一頓 他說那件衣服好像是爸爸的底衣 我說那件是國際名牌 那件針織我不到 大東西我也不能穿 那件事 因為我怕被捏 然後他問你不笨你買 你爸爸 然後我爸爸說 你那件衣服真的不好 我說是嗎 我覺得很vintage 很classic 很斯文 我有試過西裝 我真的有在鏡頭前面試過西裝 但我覺得 我當時在一個家的環境 穿到西裝好像很奇怪 但我後來問我的同事 他們都說我都是差一點 好吧我檢討一下 洪館發生嚴重事故後 軒公即時為表演者 和舞蹈員提供心理輔導 他解釋其實是專業人士 聯絡他想提供協助 自己只是牽線角色 對於舞蹈員 阿Mo李啟然已經已清醒了 軒公也有說到 跟阿Mo合作的點滴 聽到阿Mo完成 發覺時都鬆了後氣 其實是很鼓舞的 我相信 尤其是他另外二十多位 舞蹈員的同事 因為這次MIRROR 這一群他們聘用的舞蹈員 其實和我演唱會裏面 真的一部份都已經是 大家都是那群人 例如阿Mo這樣 雖然我們演唱會上沒有合作 但我和阿祖之前 發生店的那個廣告 阿Mo永遠 你見他有MV也好 他都是站第一排 他都是很主要的舞蹈員 他很資深和很專業 他亦都很有鏡頭感覺 我記得導演很喜歡他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很開朗 很友善的人 所以大家都會很心痛他 這次真的 接下來林家謙紅館表演開羅 軒公明白在舞台工程上 會面對很大壓力 不過他個人認為一次事故 不應該牽涉到往後其他演出上 當然具體這次事故的成因 我們都很想快點知道 在哪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我們業內以後 就一定要在那些環節 更加更加要注意 甚至乎政府是不是有新的法規 出台 我這一類的機關就不許再用了 但以以來的演唱會製作 我覺得是兩回事 就是這個show 發生了一個問題 我們要在這個show 裏面去解決 但是接下來的那些show 當然要總結這個show 的慘痛的經驗 但是 亦都 我自己個人覺得亦都 無謂影響跟著下來的 其他製作的表演 可能你說少些機關 或者在一個階段 在一個天花上掉下來的貨寵 各方面要有更嚴格的規管 我覺得是很必要的 但是 是不是突然間 每一個演唱會裏面 大家都要帶著那個心理陰影 去做show 我又覺得這樣對表演者來說 對觀眾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